環南市場九號在新增確診個案 再度打擊原本就慘淡的生意 由於確診案例 其中一人是市場自治會的幹事 目前自治會10人被匡列隔離 會講是自主健康管理 疫情延燒貪傷咬牙苦 稱配合防疫政策 外界也關心 日前市長柯文哲自爆被中央設了局 副市長黃珊珊今天在臉書發文 還原了七月二號當天的時間軸 案件有人想要看北市府手忙腳亂 蓋上帆布拉起封鎖線 淮南市場疫情持續延燒 九號新增三例確診 良民攤上一名自治會幹事 再度打擊攤商士氣 目前自治會完全停擺 台北市管理處會來幫忙 會議的部分已經停了兩三個月了 因為我們的會長辦公室 就在自治會裡面 所以他這一次他也自主管理 確診的自治會幹事 平常主要幫忙發送公文 給攤商以及收租等工作 自治會匡列隔離10人 加上會長自主健康管理 運作就靠市場處介入幫忙 另外兩名確診攤位都在二樓 受影響的攤商們 只能咬牙苦撐 除了確診攤位周邊九宮格 狂烈隔離 七月十五號二樓熱區 還要再次裁檢 台商全力配合防疫 就盼景氣寒冬趕快度過 只是環南市場不止疫情 受到關注 市長柯文哲日前自爆 被中央設局 副市長黃珊珊還原時間軸 連書發文 時間回到七月二號凌晨 1點27分截獲通知 環南市場驗出41例陽性 第一時間柯文哲下令休市 接著到早上七點 黃珊珊到現場視察 撤離消毒等作業 9點45分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來電 告知11點左右要開會 市府隨後選定萬華區公所 當作會議場所 但之後王碧盛又轉達 陳時中指示 會議在環南市場外 簡單進行站著講就OK 11點20分 市府一行人抵達會場迎來直播記者會 據悉民意交代時間點 黃珊珊更暗指 有人想看市府手忙腳亂 恐怕會很失望 話說得很酸 也讓中央地方台面下互動 曝了光 接著江澄君葉山源 SNG小組採訪報導